天气资讯带你来看到 中央气象局在三日晚间11点半 截除哈格比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 但是受到低压带的影响 花林以南将有强降雨发生 而周三至周六低压带逐渐减弱 又将会转为高温炎热午后震雨的天气形态 因此有计划在周末安排庆祝父亲节的民众 建议外出时记得攜带雨续 哈格比台风在三日傍晚增强为中度台风 不过也在三日晚上11点半 解除在台湾北部海域的海上台风警报 不过由于受到低压带影响 西南风将水气带进南台湾 包含花林以南也会出现强降雨 4号今天受台风的外围水气影响 所以今天在东边花林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些水气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天气是一个 可能普遍就是一个多云 可能局部地方有些雨的情形 那从5号开始到8号之间 这个天气大概是一个高温炎热的气候 不过在东边花林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些还是有一些水气的存在 所以在迎风面的时候 大概不是偏向于午后 而是整天大概都有一些局部雨的情形 所以基本上从8号到10号大概都是一个这个情形 在花林就是8号到10号大概都是一个局部雨 因为它在我们在迎风面最近吹得比较偏向于南风东南风 所以在花林某些地方可能就是从早到晚都有可能下一些局部雨的情形 所以8号到10号高温炎热如果没有云的时候就是高温炎热 如果有云有可能会有一些局部地区会有一些短暂雨的情形 而周三至周六5日到8日地压带逐渐减弱 又将转变为高温炎热午后雷震雨的天气形态 8日到10日虽然也会是高温炎热天气 但仍有局部大雨发生 有计划安排庆祝周末父亲节的民众 建议外出做好防晒补充水分并记得攜带雨具 记者蒋邦彦 华联士报导